主料 蛋黄三个 牛腩300毫升 细砂糖100克 芒果泥300克 淡奶油300毫升 辅料 香草12.5毫升 柠檬汁25克 准备时间10-20分钟 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 准备好所需的原料 芒果用小皮刀去皮 吃火肉称重 把称好的芒果块放入搅拌机内 高速打成细滑的芒果泥 用高速搅打的芒果泥 更加细滑 做成的冰淇淋口感更好 在芒果泥中加入柠檬汁和40克细砂糖拌匀 入冰箱冷藏备用 三个蛋黄加300毫升牛奶加60克白糖混合入奶锅 奶锅加热并不断搅拌 见锅边出现小奶泡 微肥状起锅 起锅后 立刻加入带奶油混合均匀 加入香草精 如果有香草都夹更好 如果没有也可以省略 带冰淇淋也冷却 后与芒果泥混合均匀 倒入容器中 入冰箱冷冻 第一次冷冻约在五个小时以后 可以冷冻出冰渣 取出搅拌后再入冰箱 后面可以每隔三到四个小时取出翻拌 我大概搅拌了 四到五次 途中为最后一次搅拌的样子 烹饪技巧 一 我是用勺子拌的 没有用电动打蛋器 因为我的容器是方形的 打蛋器是斩不开 二 第一次冷冻需要的时间会比较久 而且不同的配方凝固的时间也不同 我这个还蛮稍多 所以冷冻成型会时间会稍长 而且跟冰箱功力和容器有关 如果容器中成的多 自然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冷冻 这个需要自己灵活观察 三 取出来后 在室内稍微回温一下再搅拌 否则也搅拌不动 硬邦邦的 但是切记 只有还在冰冻的状态下搅拌才有作用 如果已经换毁了液体 搅拌就没有效果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